請問一下這個eSale的最右邊那一欄是第幾欄 你可以用Ctrl向右,再Ctrl向右 它會跑到最右邊是第幾欄呢 另外一個問法是說一個eSale裡面最多可以插入幾欄的資料 意思是說最右邊這一欄是哪一欄 那它是什麼xfd 請問一下xfd是第幾欄 那如果你不知道沒關係有個簡單的方法 什麼方法 你就把郵標放在這裡 然後插入什麼 這個 最近使用過的 Ctrl就好 然後按個確定 它會顯示什麼 16384 意思就是說 你最右邊那一欄 其實就是16384 答案就出來了 OK EeSale推 當然你往前一個 如果你向前複製的話 它就在-1 EeSale推 所以從1到16384 同樣的道理 如果我想知道呢 Ctrl向下 向下的話 是哪一列 不過列比較簡單 列這邊會顯示出來 1048576 那如果你現在在這邊插入一列 可以插入那個 最近使用過的RAW的話 它會得到什麼 其實就1048576 OK 應該可以知道這個意思吧 所以 假如說問你說 請問一下 EeSale裡面 總共 可以 什麼 可以 儲存的 儲存格數量是多少個 總共可以 存放多少個儲存格 那答案很簡單嘛 就是把 Column 乘上 乘上 Raw不就有了 所以 如果假設你要得到這個答案 你可以 在這邊 直接就是 在下個公式 就是 Raw 後面加一個 乘 乘什麼 乘Column 小瓜糊 把它相乘嘛 答案就出來了 總數就這麼多 多少個 我這個 千方二符號 總共 小數點去掉 可以看到 這麼多個 所以數量是非常的 百萬 千萬 億 十億 一百七十多 一百七十幾億個儲存格 所以你可以放這麼多資料 以後人家問你說 一個Excel的工作表 可以放多少個資料 那你會跟他講說 總數就是 一百七十幾億個 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那我怎麼知道 主要是可以透過Raw Raw的話是總列數 乘上它總籃數 那不就是知道它總共可以儲存多少個儲存格了嗎 OK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吧 所以 Raw這部分 其實主要就是可以知道說 總統 我們 可以用在這個 九十八表裡面 主要就是 可以抓到他目前所在的 這個位置 所以你可以先抓到他目前 那卡倫為什麼減一 因為他現在在第二欄 那為什麼減 如果減三 因為他在第四列 減完之後才會是一 OK 然後呢 你做完之後 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不需要 再去加錢的符號 所以這個地方 假如說我們用公式 用這樣的話 跟前面 這個考試 要我們做的方式 我覺得 我自己還是比較喜歡用卡倫跟Raw 因為主要原因是因為不用再加錢的符號 很麻煩 OK 所以這個地方順便補充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順便再補充另外一個方式 除了用函數之外 其實現在工作裡面還有很多一個 因為畢竟你還是要下一串公式 向右向下才能完成 那當然未來如果說 這個動作 假如說每天都要做的話 那其實還是要下個公式 其實挺麻煩的 所以如果有一個方法就是如果我做好一個 按鈕 他可以直接按下去的話 那當然相對會比你下公式快很多了 OK而且你如果下公式下一次他再想一下那個公式怎麼產生的 但是如果你程式寫完之後就一勞永逸了 只是說這邊可能要順便複習一下那個 VBA的部分 所以待會的話請各位呢 一樣呢再把剛剛的99乘法表 這個工作表 再複製一個 然後呢 我們主要大概產生右邊的四個按鈕好了 假設如果要今天的需求是 右邊的四個按鈕的話 那該怎麼做 我大概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清除 就把它清掉了 那99乘法表呢 按一下 99乘法表就出現了 有沒有 那這樣應該比那個公式還快很多啦 那另外的話還有橙色填滿 橙色填滿還記得吧 就是對角線 左上到右下 有沒有然後如果要清除的話就把它清掉 這樣就OK了 那如果說今天 我們 希望能夠更上一條 他寫出來的公式 寫出來的 這個程式 其實不會比較複雜啦 只是說 你需要 再複習一下 有關那個 VBA的寫法 所以這個部分 順便 再把那個 我們大一 一年級寫的 這個部分 再複習一下 那首先的話呢 這個部分如何寫 當然 我看 應該 蠻多同學已經忘了差不多 比如說 VBA怎麼寫的 不過我們簡單的把步驟再講一下 其實你只要循序漸進 應該也可以把需要的層次寫出來 首先的話第一個 一樣先把那個 這個工作表複製一個空的 那這個先不要 這個先把它拿掉 假設這樣 那我們要怎麼去撰寫對應的 第一步的話請你把那個 箭頭上方有個箭頭 其他命令 自定功能區 找到什麼呢 開發人員 OK 打勾之後的話 再按確定 他就出現了 應該還記得吧 開發人員 那第二步的話呢 請各位呢 再找到VBAs 這個就寫程式的地方 那怎麼寫 不外乎先打開 VBAs有了 OK再寫 寫的話基本上 就把它寫在 我們的模組裡面 不過這裡的話 我先重新再來過 因為怕有些同學 因為我不知道那個 社政系同學 是不是也是學VBA 你們 大一 是學什麼 你們應該 城市有必修吧 也是教VBA嗎 教Python R Studio R Studio OK 那也是有城市的概念 反正 不管 反正我 還是要step by step 你就是按照 那個基本步驟來完成 首先的話 第一個 反正VBAs這個打開 第二步的話呢 請你打開之後 把它向右下移動好了 移動到這邊 然後呢 第一步的話請你在 這個地方插入一個模組 那我這個已經是插入 我把它移除掉了 把它恢復 待會的 你們看到應該會長這樣 那城市該寫在哪裡 反正第一步記得一定要寫在模組裡面 那模組怎麼產生 按右鍵 在這個區塊 這個要專案總管 上方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以後的城市就寫在這裡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們按鈕 假設這邊要有個99針發表 所以呢 我們將來如果要寫那個 名稱的話你就打一個sub sub的話呢基本上就是指的是 某一個指程式啦 城市開頭一定是sub 然後後面的話就給它你要打的名稱 那我們的名稱叫什麼 比如說99針發表 99針 99針發表 OK 然後Enter 就可以了 它會幫你產生EnterSub 跟後面的那個括弧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跟它講說 我要把資料填到哪一列到哪一列 第四列到第十列 然後哪一籃呢 第二籃 到第十籃 所以你可以這樣寫 寫的方法特別注意 就是按個TAB鍵 然後 再來跑兩個回圈 這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4 列的話我習慣是用i來表示 所以4i等於 第四列到 第幾列呢 你可以看 第十二列 OK 4到12 Enter兩下 按個TAB鍵 然後呢 再來就籃 籃記得寫在裡面 裡面的話呢 請你在 4NAS中間 再按個TAB 這個指的是 籃回圈 那習慣的話 會把它改成用 4j等於 第二籃 到第十籃 一樣Enter兩下 打個TAB鍵 那再來移到中間 按個TAB鍵 接下來呢你要把資料 就是輸出到 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剛剛指的就是 從這邊到這邊 然後從這邊到這邊 這個範圍裡面的所有 儲存格 所以這個範圍裡面的儲存格的話 實際上呢我們可以給他 用一個物件叫Sales Sales指的就是儲存格 哪一個儲存格呢 第i列的第最後一個 i跟j 實際上 i跟j 組合起來的話 他會先第四 所以第四配合第2 4二的話在哪裡 4二在這裡 有沒有 那如果 NAS之後的話呢 那j會變成3 那3在哪裡 第3 第3在這裡 有沒有所以 他等於是一個一個一個的去跑 那跑完一列之後 這個一列之後的話 有沒有第四列跑完 他回來變第五列 然後再一個一個一個 直到第九列 所以他等於一個一個全部幫你跑完 那我們先做什麼呢 先等於空的好了 這個等於空的話實際上就是清除啦 你可以 先把清除寫完好了 清除的話就兩個雙以後 那把它複製之後貼到底下好了 這一段其實 再貼一次 那也就是說剛剛是清除啦 所以我把它貼過來先改一個名稱叫清除 那清除比較簡單 你會發現清除就後面給空的 比較難的地方就是什麼 後面應該要放什麼東西 那其實我們要放第一個 其實 我剛剛有講過 j的話是藍 然後i的話是列 所以一樣 這個j有點像是 那個column column是從2到 所以其實這邊的話可以先打個什麼 打個j 打個j 這一的話呢因為他預設值從2啦 可是我 前面這個數字理論上應該是從1開始 所以怎麼辦呢 跟剛剛一樣column要什麼 減1嘛 所以這邊應該是減1 當然你可以公式不用全部打完你可以先輸出看看 只要打這樣喔 那輸出 有沒有發現 他的結果 會跟什麼呢 剛剛column的結果 就一樣喔 有沒有 那所以後面我們還沒完 後面可以 在乘上 所以乘上的話是and 那VBA裡面的and 前後要空白 這個跟isail裡面有點不太一樣 and什麼 一個乘號 乘號一樣用小x 我們就不用特別再去抓那個特殊符號 我們用x來代替 所以如果假設加一個x 你會發現這邊就一個乘 如果run的話 這邊都有了 那再來乘什麼 後面的話一樣and 那跟那個剛剛roll很像 只是把它改成i 有沒有 i 有沒有 如果你i的話他從4開始 所以呢4要怎麼樣 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變成1乘4 不對啊 應該1乘1 所以怎麼辦 減掉3不就好了 執行 有沒有 這很快喔 然後呢 後面再來什麼 and 一個 等號 等號 所以如果一個等號執行 等號就出來了 等於最後的結果 最後結果 剛剛是怎麼寫的 所以 就是column-1 有沒有記得我把它先刮符起來 因為一樣 我這邊少一個and 串接嘛 然後乘上什麼 乘上 這個i 減掉3 但是記得一定要刮符起來 跟剛剛的道理是差不多啦 所以 這個公式 跟剛剛的那個column 跟roll的 寫法 還蠻接近的 有沒有 那只是說呢 換個地方放而已喔 好那把它執行一下 其實結果就ok了 你會發現 最後呢 九者三秒秒點就run出來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兩段程式的話 在雲端 上面也有放 我把重點跟各位再講一下 第一步的話基本上就是先開開發人員 因為之前好像同學 沒有用過啦 記得開發人員位置在哪裡 在這裡 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區 打勾就有了 預設是沒有叫出來 二的話呢 打開vrobasic 往右下移動 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 輸入九者懲罰表 基本上就是照我剛剛講的方式 試著完成看看好了 畫面呢 再 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要寫vba 好處就是以後一勞永逸 你寫一次 讓他run一下 最後當然我們可以再加上按鈕 按一下 他就 全部就執行完畢了 所以其實 為什麼要特別寫層次 只要我是覺得如果你這件事情每天都要做的話 那 當然呢 最好是可以怎麼樣 你以後按個按鈕就結束了 就不用說每次都還要再 想一下說那個公式要怎麼下 然後呢 要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你說你的工作是按按鈕就好了 OK 試試看 那這個東西的話 雲端白板的 上面其實也有了 就是在 第幾頁 在雲端白板108裡面第7頁 試試看 嗯哼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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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